台南的老年人口在今年的 是已經1-15% 老人失敗的比例也漸漸漸漸 因此既美醫學長心理應空庫的中華裏 就來成立後全市地已經失敗優勝貫 邀請請您的委託來進行開拍 要讓專家在自己所謂的社區裡面 有尊嚴的生活 為了應付台南市老年人口 在今年的已經1-15% 看過格林社會門口 老人失敗的比例也漸漸漸漸漸漸 因此既美醫學長心在英空中華裏 心理全市第一間失敗優勝貫 並且邀請市長委託 國民健康書長王英偉 既美醫學長心醫療邱仲慎上人 正會為失敗優勝貫 進行開拍醫生 開拍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我民主的委託 市長委託表示 一人失敗全家都受影響 因此心理失敗優勝貫 可以協助失敗優勝貫 進行關懷和教育的工作 台南已經進入了超高 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所以說我們很需要 這方面的協助 很感謝國民健康局 國民健康署的一個幫忙 能夠讓我們在經費上不予匱乏 更感謝我們晴美醫院提供專業的人員 能夠在專業上能協助 在台南市心理第一間失敗優勝貫 國民健康書長王英偉標示 未來推動工序要補給到三種優勝的台頭來做 所以現在未來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是一個高齡優勝、四肢優勝 跟一個慣懷、用心的慣懷 我們的長者 在心理失敗優勝貫進場 既美醫學中心 在公司的病人的時候 他們會觀察 會去詢問 會去關心他們 甚至會把他們帶來 私事友善款 當作他們的家 需要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打電話到警察局 尋求這份警察局 或者是家所協助 最後既美醫學中心表是 在英空的中華 六合、家庭、歐町、上庭、新柱町、六個里 將會推動失敗優勝、小屋價位 透過失敗高優來提出的民眾 對於失敗的領事 而且提供專業醫療合作 既然蕭建委英空區 插王報道